大家現在都死好啦 普悠瑪人都死好 都活該 愛搭普悠瑪死好 怪你們窮 沒錢買車 爽了沒 驗鐵軌也不認真啊 上班也不認真啊 活該出軌啊 怪誰 都去死死好了 不但沒有同理心還批評台鐵工作人員 聚集不雅字眼讓人停了傻眼 臉書被灌爆 許多網友直呼實在聽不下去 講話都不經大腦思考嗎 有病就該去看醫生 23號下午他出面道歉 在這邊我再跟大家鞠躬道歉一次 這次絕對是我就是個人施 失控 聖聖義鞠躬祈求大家原諒 統神哥哥針對當時一番偏激言論做說明 因為那個時候情緒上有點失控 對 所以才會講出上面這段話 但其實上面這段話不是我的 就是不是我的原因 我會做的就是把我這個月的收入 跟我在靠這款遊戲的業外收入 都會拿來捐出去 Youtube頻道上有上萬粉絲 許多人因為這件事對他失望 儘管承諾會捐出收入幫助受難家屬 但還是難以交襲網友怒獲 3D新聞綜合報導